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宾州车站 目前拥有12条铁轨 服务美国铁路、新泽西捷运和长岛火车 每日克流量达65万人次 号称西半球最繁忙的车站 目前宾州车站已呈现超负荷运营的现象 列车延误增加、安全隐患增多 维护保养成本提高 州长库默表示 这个扩建计划将购置宾州车站 以南一个街区的土地 面积达12万5千平方英尺 建设至少8条地下铁路 同时把这个新的扩建项目和老宾州车站 以及邮政总级大楼改造的莫尼汉车站结合起来 整体更名为帝国车站综合枢纽 届时整个车站的客运能力将提高40% 新台记者唐成纽约报道